大家好,我是邓超元 第一张 是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大家也看得见 我穿的这个是校服 就是中学时候的,那时候刚上高一 我记得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应该是运动会 然后在那个操场 有一个篮球的项目,然后我就过去了 这个照片其实也不是 我,就不是我自己 班上的同学拍的,是别人 拍的,至于是谁我一直也不知道 然后后面就看见我们学校的 贴吧还是哪儿,就出了这样的一张照片 然后 这张是 这张是我记得应该是 参加那个,第一个 智能秀的综艺 青春有你的时候,就是在 在节目当中之前拍的一张照片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第一次上舞台那会儿 就是会有怯场啊 各种紧张,就是那会儿是特别 特别的紧张我觉得 然后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 可能 正正正正因为有了那个时候的一些不一样的经历吧 就觉得心理素质 会比以前更好的 这张 这张是 穿着汉服 这个是我的第一部 就是男主的剧 我平本是单身里的 就是秦深的一个造型 这个我其实也不知道是啥时候拍的 但是我觉得还挺谢谢他们 拍的挺好的 这个其实是我在 那个剧里边的一个 就是 一个桥段吧 就是要穿上这样的衣服 就感觉确实不一样 穿上过后有一种 穿越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什么附体 就好像他们说的 穿上什么衣服 你好像就会进入什么样的角色 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最喜欢的还是自然色 黑色 还有最早 我第一次染的彩色是 粉色 对 我还是在当训练生吧 那会还在大家一起练习 我记得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而且当时还拍了那个照片 然后那个照片 一直到现在为止 就是经常还会看见粉丝 把它发出来 充实的 因为虽然在 我就是和大家一样 都是在对抗疫情嘛 就是很多时候 可能也都是在家里待着 但是 只要有工作的机会 就会就是去 保好 然后 在那个还拍了一部戏 人海之中遇见你 对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